略说了几句在江南的事务 关于正事上的汇报便结束了 毕竟回朝述职的主旨还是在朝上 等过几日的大朝会 范贤自要穿着官服 特指上朝迎接满朝文武的赞叹或是指责 今日御书房内 不过是一位帝王一位近臣的交心 尤其是关于江南和交州的事情 早已通过不曾间断的秘奏 全部交由皇帝知晓 今日所论便在他处 他处乃是淡州处 皇帝似乎对于范贤在淡州省亲之行 特别感兴趣 问得很详细 范贤虽然心里觉得有些奇怪 但耐着性子一一讲解 甚至连冬二的事情也没有遗漏下来 谁知道自己的身边 究竟有皇帝多少眼线呢 皇帝自然还要问一问淡州如母过得如何 范贤一一回答 又描绘了一番淡州如今的景象 那些白色的海鸥 周城旁陡峭的悬崖 然后 范贤便沉默了下来 因为他有些意外地发现 皇帝似乎走神了 皇帝的眼帘微微垂着 眼角的皱纹显现着中年人特有的魅力 没有看范贤也没有说话 只是平静地随着范贤的叙述 回忆淡州的一切 忽然发现讲故事的声音停了 皇帝有些正然抬手一看 发现范贤正关切地望着自己 不由一笑说了 没什么 只是想着最后一次西征归来后 朕便再没有出过京都 不免有些怀念淡州的景色 最后一次西征之时 京都有变 太平别院被血洗 范贤被五竹抱着 坐着那辆有黑布的马车 顿至淡州 范贤面色不变 只是犹疑问道 陛下 你也去过淡州 当然去过 朕去淡州时你还没有生 便是在那里遇见了你的母亲 君臣二人同时默然 君觉着这话有些白痴 当爹的刚遇见当妈的 这当儿子的当然还没有出声 范贤以后 范贤略带一丝枉然之意说道 原来就是在淡州 陈院长和范贤书没有对你说过 朕本以为当年的事情 你总该知道一些 范贤知道此时 只要自己开口问 面前这个已然沉浸在 美好回忆之中的皇帝 一定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但不知道为什么 范贤不想问 就像是那层纱窗之后 隐藏着什么样的苍山美景 而在山中 有怪兽 有大怪兽 他只是平和笑道 长辈们哪有闲控 和我讲这些呢 只是小时候就知道 朝廷对淡州城有特别的恩质 最开始是免了三年赋税 这次回去 发现还是一直免着 淡州老百姓们生活得不错 对陛下都是感激不尽 朕乃天下之君 爱惜子民本是应有之意 何须感激 免了淡州二十年赋税 一是因为母妈 二来也是为了感谢 当年那个海港 这话范贤便不好接了 难道要陪着皇帝谈初恋吗 更何况那个初恋 是自己的老妈 恰此时 他的肚子咕咕叫了一声 眼珠一转说道 皇上 肚子真饿了 少晚宴我吃吧 皇帝一正 旋即哈哈大笑了起来 指着范贤的鼻子 半嗓说不出话来 沁国皇帝自登基以来 便威力一方 眼观天下 朝中臣民无不悚然而静聚声 十余年来 哪有臣子敢在君臣对话之时 嚷着度饿 讨饭吃的道理 便是太子 大皇子年幼之时 被宫中娘娘们抱着 也没有敢如此 没大没小的说话 许久之后 皇帝才止住了笑声 眼里满是盈盈的疼爱 骂道 这个没脸皮的劲儿 和你母亲哪有半分 皇帝强行咽下那句话 余光瞥见桌上那半碗燕窝 随意指了指 还热着 赶紧吃了 范贤一正 屁颠屁颠地上前 接过那晶莹一片的白瓷碗 也不忌讳什么 几口便刨完了 脸上并未刻意露出感激涕零 圣恩浩荡的神情 但吃的也是急顺口 这一幕落在皇帝眼里 十分满意 心道 安之果然不是个作为之人 只是皇帝哪里知道 范贤的心里在骂娘 不是骂皇帝小家子气 而是在厌恶那燕窝粥 是对方吃过的 一旁安静势力的姚太监 看着这一幕 却是心头大惊 他在宫中也有许多年了 像如今这种君臣融洽的情形 却是没见过几次 上一次 好像还是书吾大学士 自北其归来 陛下为世恩宠 以及绝无介怀之意 赏了他半片肉斧 可上次书大学士 可是因为那片肉斧 感动得无以复加 跪在陛下面前 拙泪纵横 连声颂盛不止 哪里像今日小范大人 这般自在自然 偏生陛下似乎更喜欢 小范大人这种做派 姚太监低着头 心里却在赞叹着 这一等君臣 这一等父子 在宫中实在是少见呢 正思想着 却被陛下的一句话 唤醒过神来 他赶紧接过周晚 退了出去 一路沿着公园行走 却还想着先前纳幕 深深畏惧与佩服 御书房内只剩下皇帝 与范贤二人 片刻后 皇帝忽然开口说道 你如今也是有身份 你如今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不能再像以前在太学时那样胡闹 淡州 为了一个家养丫鬟 去把一位官员家的公子踹得半年 起不了床 总是失了体面 范贤 闻得这话 将脖子直了起来 语气平静 却略带倔强地说道 皇上说得有理 不过如果有下次 我还是要踹的 罢了 你爱踹就踹 只是胡闹总要有个限度 别太过头 范贤察觉到皇帝的话中另有别意 便没有接话 只是点了点头 而皇帝看着这个年轻人的眉眼 皱了皱眉 心想这小子为了一个被赶出家的大丫鬟 便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那山谷里 他的手下被弩箭射杀了十几个人 依这小子记仇的性子 要让他强吞下这口气 只怕有些难做 当然 皇帝可以直接开口 让范贤消停一些 但是皇帝不愿意这样做 听说你晚上要请客 范贤微微一正 公姐说道 是 已经一年多 有好些位大人与 都没见 借着这个机会 大家聚一聚 还是先前那句话 胡闹可以 有个限度 是 陛下 山谷里的那件事情 朝廷会查 会给你一个交代 是 陛下 少年人 看事情的眼光要长远一些 不要只是局限在眼前 是 陛下 来年找个时间 朕要去江南看看 看看你与薛青江镇的粮仓内裤打理的怎么样 是 啊 范贤 霍贤豁然抬手 带着一丝惊讶地看着皇帝 皇帝出巡 这是十几年来都未曾有过的事情 尤其是如今的京都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虽说皇帝坐镇宫中 没有人敢太过猖狂 可山谷之势 焦州之势 都说明龙椅下的火山已然变活 这个时节 皇帝居然敢 出巡 皇帝